上星期 入华牧师耳根资料园的答问方式 进一步解释Coblin Bible的内容 问题一 Planet X形态特别 有爪往外伸展 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星体呢? 答案是 如果从Coblin Bible的角度 加上圣经无误的理论去理解Planet X 它绝对百分之百属于神 由神所控制 比地球大四千倍的星球形太空船 它也都好像天国一样发出个性 现阶段暂时未找到圣经根据 但是它有机会是神所预备的天国 因为旧约提及 天堂是一个有东南西北之分的星球 再者 从苏奴族和苏美人的著作 这群天上而来的三眼色役人 这群堕落天使 谈及Planet X是他们的家乡 Planet X是神所掌握的审判工具 除了十载之外 当出埃及之后的四十日 Planet X再一次在西奈山上 参与了神的显现 出现密魂 闪电 吹号星 问题二 Planet X有机会是一个机械的星球 还是一般外太空的星体呢 答案是 首先天使的座架居UFO是机械性的 而世杰书曾经形容它的形状 并且神所创造的九大行星 月亮都是充满机械性的 有些有一条高达千里的边 有些就好像星球大战中 Death Star的模样 现时只知道Planet X 伴随着很多铁兽 轮铁石等的银石 它虽然是一伙黑矮星 但是还不知道它的核心是什么 正如我们不知道月亮的核心是什么 虽然它的资料不长 但是它是如Bible Code一样 一点一画都不会改变 为了要成就神的计划 当中的奥秘 虽然写下圣经 它是要在适当时间才打开 以现时所知 Planet X 好像一艘圆球形的太空船 并且它会伸出磅秘 这个是铜卷上的记载 在埃及 苏鲁族 或者玛雅族 亦都是以一个星球 一双翅膀 以及两只磅秘伸出来 作为标记 提醒人类Planet X的在来 问题三 早年主日信息提及 当基督徒进到永恒 他们会同神同创 将整个宇宙的星体 创造成地球一样 这个概念是怎样来的呢 答案是 人类虽然好像微尘一样渺小 但是神创造宇宙 参星 茅星 众多银河系 王道十二宫 也只是遗着 用王道十二宫对应地球 记录人类的历史 述说神对历史的掌管 再者 圣经也提及 在宇宙中 以人发光 好像天上的星 在永恒里面 神将天上的星 切给人类 成为掌赏 因此 人类住在天国的同时 也都可以用思想的速度 回到他们自己个别的星球 神让我们 管核众星 学习管理不同的生物 当人住在地球的时候 就好像被黑气石影响 成为平凡人 但是当离开地球 进入永恒的时候 我们都会拥有 神的圣情 神能 与神一同掌权 因为 神早已经将雪的能力 给了人类 神也都已经在创世纪 示范 借着雪 去创造天地万物 为了 是让人在活着的时候 学习此神 和成长 成为神的宗旨 拥有雪的能力 去祷告 分享 医治 赶跪 和因此运作 教会也是 因为智慧的话语被建立 救赎计划的开始 也是由神将计划 告赎先知 雪出来 才能够成就 因此 这段成长历程 让人离开地球的时候 真正发挥 雪的能力 享受神 给我们管核列国的能力 问题四 过往一直以为 罗亚和摩西时代 是单纯因为神迹 导致种种情况 直至解开 《圣祭启示录》 突然间 好像一条约时 将所有事件都串联 和开启 甚至 能够以物理现象解释实在 究竟 这个是不是神刻意隐藏呢 答案是 神是有意隐藏的 在摩西五经的时代 神不期待人去理解这些事 他们的时代非常缓慢 日出而作 日入意识 当没有《圣祭启示录》 会有着各种的误解 以为神 只是好像埃及术士一样变弃法 但是到了现在 当有新 旧约 有《圣祭启示录》 所有谜题就打开了 神启示的原因 是要让我们这个时代去认识 神越揭示祂的伟大 越是能够让我们以信心回应 让我们成像 在旧约 他们并不能够相信医治 神迹 和付诸等 但是新约却可以 当越理解神的伟大 《黄道十二宫》 也是为了记录 人类短暂的历史而被创造 神已升借启示录 打开 Wisdom of Ages 因为我们不同旧约 我们是神的辛苦 和教会级素 特别是末后的一群 更加是祭司谱 和冠冕降落的 约失时代 神与其我们藉着历史 Cobrine Bible 和圣经 更深入和高层次地理解神 一面运用信心 一面努力查口 不断突破 更进心地理解神 问题五 Cobrine Bible提及 PlanetX迫近的时候 有苍灾和灰尘出现 使人身体不适或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一些健康常识 是可以注意的呢 答案是 当十灾级素的灾害发生 首要是建立信仰 正如神保护以色列人 免去黑暗之灾 同样 三年半大灾难中 神仍然会保护我们 但是常识 亦都能够使人知道 和如何去面对处理这些情况 所以 如何使用胶质银 商用水处理伤口的方法 基本包扎 甚至急救 人工呼吸等 和护理常识 亦都是必须的 因为生与死 就是一线之格 由于瘡是由灰尘所致 所以要将伤口包扎好 不会接触到外界的灰尘 当我们能够杀出好种子的时候 神就能够保护我们 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 耕种的 必接触收割的 喘葡萄的 必接触杀种的 无论是被提前 或者是被提后 无论经济 或者是医治 亦都能够即时杀种 即时收割 因为在饥荒中 除了懂得处理 保存食物外 食物始终会食完 所以 要懂得为食物捉借 让污染消失 甚至出现五饼二遇的神迹 因为 比主耶稣时代更大的神迹 将要在启示录时代发生 问题六 之前谈及 吹角哲 和Alene的关系 上年吹角哲的时候 Alene到来 完成哲期的某一部分 从天主教的预言 或者是Mother Shepton的预言 提到Planix 和三日黑暗的关系 这个和今年的吹角哲 有没有关系呢 答案是 很大机会是有关系的 圣经密码谈及今年吹角哲 2012年9月17日 和Nibiru一致 上一年只是开始 但今年才是正式的日子 如果以两个见证人 稍后两天的计算 今年才是第二天 吹角哲必定是和被提有关 因为吹角哲 连续圣经所说的野猴之力 虽然真正行动的日期并未知道 但是Webbot和饶视者的预测提供了证据 可惜 外邦人仍然漠视证据 真正遇上灾难之后仍然生存的 才会尋求神 对此 教会已经尽心制作2012信息 感人短片电影 并且尚载在互联网 但是他们总是不想听 那些不听劝戒的人 甚至会动手迫白 陷害神所差派的警告者 因此 神会荣让审判发动 让他们好像囊压时代 成为被审判的一群 正如一帮不断过马路的时候 冲红灯 不理会警告的人 结果都是会被撞死 将来人性走向两极化 一帮人宁愿开着别人 也会不断和人分享 另一帮人 却是不断迫白 令人走向死亡 问题七 早前讯息提到 被提婴孩 是燃起复兴浪诏的教会中牌 而Paul King所预言的大复兴 即是普世性的 请问这个普世性复兴 会不会是被提之后出现呢 答案是 如果Paul King所提的普世性复兴出现的时候 人人都会想住被提 这样情景就不会像圣经所记载的被提时间这么冷清了 因此 普世复兴的现象 是在被提之后 由婴孩被提而引发的奔客复兴 当小孩的头被提了 余下的身体其他部分 也都将会慢慢被提 维持数个月 当婴孩被提开始的时候 那些跟从领袖的平信徒 也都逐渐成为领袖 并且会带起一个非常庞大的复兴 他们知道 如果不能够被提 就要留在三年半大灾难 所以 他们会致死忠心 努力侍奉神 这种复兴 和以前教会界 只是强调引发人数增长 缺乏智慧的复兴不同 Todd Bentley 只是有胆量 制造出一个教会界的连锁反应 他高举神职 但是从来不强调圣经教导 和基督徒应有的生活 甚至Todd Bentley 发生婚外情而出走 事情落幕之后才发现 一些死人复会的神职 并没有实证 教会为着制造市场 甚至以来者不拒 自欺欺人的方式 最终为基督教所留下的 是更大的伤痕 所以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复兴 真正的复兴 是带着真知识 有整传的信息 强调 不再留乱这个世界的事情 而是知道神所期待的事情 正如主耶稣 成为初熟果子 为我们留下榜样 他在众人面前被提 让教会得着 破釜沉舟的信仰 当时 所有人都会想 既然主耶稣被提了 他们被提的日子 也都迟了 同样 神可能会以 这间教会被提的方式 印证2012信息的真实 被提之后 人们拥有破釜沉舟式的信仰 最多的 只是经历1260日 在总结感言的部分 有如一个婚宴当中 只有一名辛苦 但可以有很多陆续赶上的奔闲 因此 从神的观点角度 如果你合资格被提 神一定会让你第一批被提 神不会为福兴 而刻意留下第一批被提的人 原因 大部分的人 不是不知道 而是不愿意付上代价 这群人的数目 比辛苦多千倍万倍 他们可以听了信息之后 陆续赶上 能够赶上第一批被提的 必然是具备信心的坚韻 忍耐 和持守的特质 去超频赶上 信心会不断丢剁我们的性格 使我们能够合资格被提 而同心 即是不断加添我们的贡献 Coblin Bible能够预言 在末后日子 下次PlanX 是3600年后 并且美国会出现 发生的事情 仿佛地球这块黑气石 会因为PlanX 来到的时候减弱 让人恢复熟灵机能 导致人类在最后时间 拥有信心和同心 为神贡献更多 这个亦都正如 约以书所提及 少年人要见异像 老年人要作异梦 全地的人 都会被神的灵所充满 甚至 启示录记载 死亡亦都被挪开 所以 将来 弟兄姊妹的 医治能力突飞猛进 意象准确 说话感染力倍增 原因 是被提的日子到了 是约以书的时候 这个加配的信仰丰收 不是为了让人 沾沾自起 而是加配努力 结果指的时间 因为我们快将要被提 所以更加应该努力 成为第一批被提的辛苦 这个星期 日王牧师继续会议 和资料员答文的方式 进一步解释 Colin Bible 和《星祭啟示录》的内容 简直播 简直播